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昨天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收視率一定不高 因為就連他自己都沒有看 不過柯文哲沒有看辯論 不知道是不是怕被問挺誰 還是真的市政太忙 在正確的時間 把病人送到正確的地方 談到自己的本行 醫療專業 柯文哲淘汰不絕 市政纏身 每天汪汪汪 柯文哲笑說自己忙到連政壇大事 總統候選人的辯論都沒看 昨天電視辯論會的收視率 我猜一定不高 為什麼你覺得不高 連我都沒有再看了怎麼會高 看了就等著被逼問挺誰 乾脆避開政見和辯論會 不過前一天辯論 蔡英文對九二會談 這段歷史事實已經松口說接受 但柯文哲還是認為 不是單方面說了算 兩岸問題不是誰主要 是對方買不買單的問題 但談到政經的美豬開放問題 柯文哲的自身經驗就派上用場了 外交小組到台北市政府訪問 他關起人們來第一句就是說 那個豬肉進口問題你要不要幫忙 比照日韓還恐怕是底線 柯文哲一再強調 面對國際組織的壓力 比照日韓標準開放恐怕是底線 從兩岸到國際貿易 柯文哲的管轄範圍已經超越市長層級 玉爹TV陳玉斌陳雅瑜台北報導